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报告 今天发布的消息 说近期在医院死亡 他就叫新冠感染死亡 将近六万例 其实是超过六万例 他有一个细节 英文媒体报的比较早 我看中文媒体还没有反应过来 英文媒体报的早 我想可能跟他们 习近平的政策 开放的政策 给西方社会吓坏 另外一个就是猫王的女儿 应该是猫王的女儿离世 猫王的女儿离世只有54岁 猫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有人说他们家遭到了诅咒 就像肯尼迪家族是 有人这么说法 因为猫王家里面的人 好像都50来岁没了 那他的女儿是心脏病 就突然心脏猝死 所以心脏猝死呢 就跟现在的就是过去三年里面 跟这个治疗西方治疗的方法 就出现了一些讨论 出现讨论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美国CDC昨天晚上 美国CDC疾病控制中心 和美国药物监管局 开始调查有关 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说的 辟药跟在疫情过程中的一些反应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因为很多年轻人没了 而猫王的女儿呢 是在参加金球奖的时候呢 一切都很正常 就说她在离世前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征兆 那后来比较细节 今天早上看比较细节呢 她心脏猝停了两次 所以第二次应该是 第一次猝停之后呢 在家里好像她自己缓过来了 后来又猝停 大概解释是这么解释 那这件事情 因为通常的治疗手法都是通常的 所以那现在的她管制就是 我们知道YouTube的管制 本身是在这方面 是不能够描述的 可是政府已经下令开始调查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错位很错位 那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在整个西方媒体中就开始讨论 在过去三年里的治疗的问题 所以自然我以为跟中共国现在政策 就是疫情的再次的冲击相关 而XBB呢就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厉害 XBB确实非常厉害 它显现出人们就是很冲撞的 就是很冲撞的这种政策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结果就国家卫健委公布的这个故事 所以有人就提到说 这是李克强要干嘛 为什么这么干 那这个这个做法 我们就看到这个病例了 这是一个中文的 是由彭博报 那上面呢我们看到 这是比较英文的 中国政府承认将近六万例 从12月8号 12月8号到1月的12号 今天14号 那它数字是非常非常新的 就是非常靠近 那紧接着它就提到说 中国其实之前 只承认死了37个 这是我们能够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说 它为什么很看重 而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 中国承认在医院治疗 高峰时在医院治疗的是160万 那高峰时期呢是1月5号 那那里包括12万 12万8千人呢 是重症 这12万8千人是重症 所以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 我相信很多 几乎西方社会也反应不过来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干 那为什么这么干 那开放 然后根本一切都排除到这个 他的名字还叫冠状感染 他名字不叫冠状肺炎 所以这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冠状肺炎的称呼 其实是应该截止到1月7号 就是1月8号 他开放的时候 那就自然而言会有一个说法 说是不是习近平软了 习近平软了 就是因为习近平软了 是从新年开始 如果往前说呢 包括白纸革命 那包括这个 就习近平处理手法不一样 白纸革命包括解封 那解封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强度的封杀 在资讯的 在有关悲惨场面资讯的过程中 我们几乎看到 就是太多东西 视频出来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 反而封杀的是 像YouTuber什么在封杀 再不让有棺材 不能有尸体 不能说有多少人如何如何了 这是一个 他确实没有 对不对 那我们的账号被封锁 是因为我们用了国内的 但习近平都不封杀的东西 结果这地方被封杀了 所以作为这种对比的话 你不能不说 他在资讯上是开放的 相对来讲是开放的 但是他政府报的 就是我们一直讲说 他政府 中共政权自己报的 却不承认民间的数字 但是在对比的民间数字 到处都是这个 到处都是这个棺材的时候 他就我没看着 不是我 不是我这个原因 在下面我们看到一些讨论 就是医院 医院在开死亡证明的时候 国内有命令 说你开什么都成 你不能开是这个新冠病毒死亡 你不能这么说 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冲突 对不对 但表面人们又出现一些争持 那这些争持呢 又可以表现 所以这是习近平在执政中 在他后来江泽民死后的执政中 出现了极其对立冲突的 极其对立冲突的场面 而他一再一再执政在疲软 在往后退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一直到底死多人 我们就一直在 大家一直在争论 一直在讨论 对不对 那中共的自己的专家们 也在讲述的死亡的人数 就是他不直说 但是他说 感染率超过70% 超过80% 超过90% 重症率3% 或者10% 或者7% 8% 那重症率里面有多人死亡 50% 那大家就算这数咯 所以很显然 这是跟习近平一开始执行的政策 是冲突的 而这个政策呢 他转给了 转给了力强 国家抗击疫情小组的 现在规律强管 习近平什么都不管 不管 都没有 所以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在完全不同的故事 一直封杀的时候 结果扭了脸来 突然在解封 一个月之后 突然又承认 有相当数量的死亡 相当数量的重症 和相当数量的这个 这个 这个住院 但是呢 他这个数字 又跟我们实际讨论的数字 又大大浓缩 那不可能说住院高峰是160万 不可能 肯定就是医院去医院 我相信会比他高很多 也不可能只死了12万8 对不对 这是12万8 一个月死12万8 你知道 2021年全中国死 2021年吧 全中国死了1000万多一点 全中国死了1000万多一点 那全国 全国 如果放成每一个月的话 那就是100 不到100万 对不对 90万 80万 80几万不到90万 那80几万不到90万 那如果 就说90万吧 你除以30天 那一天是多少 90万你除以30天 对吧 一天3万多 所以死亡一天3万多 那他现在说是那一天死了 那一天重症是12万8 所以这个数字你是完全可以算出来 但他的死亡人数只有5万多 对吧 他没说那一天 1月6号 1月5号那一天死多少 他没有说 所以 而他这么去报的话呢 就表现出 他又再一次以退缩的方式 就是习近平以退缩的方式 来面对社会的压力 但退缩的方式 他话里又话 今天是14号 他说高峰是5号 高峰是1月5号 这样的话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从高峰期已经过去了 他潜台词高峰期已经过去了 那再逐渐逐渐走向缓转 然后以这样的数字呢 半开门半不开门的 遮着自己半拉脸的意思呢 让人们去迎接过年 这是马上过年了 因为还差一个星期就过年了 对吧 21号 所以他是为了能够应对过年 去缓 以缓冲的方式 去应对过年 来避免社会太大冲突 因为社会的冲突是显然一见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今天他报说 广州那庄人那个人被抓了 已经被抓了 所以故事是这样 而在被抓的过程中呢 报道上说呢 新闻媒体报道上 直接讲说 现在大家呢 心里都不痛快 非常的 与陌生人之间最好减少冲突 就是减少话语的冲突 大家最好回避 因为呢 很多人会失控 那个报道 我回头跟大家分享 其实就是那么说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显然 在我眼里应该是习近平再次采取退却的方式 去面对社会 跟也就是跟当初江泽民死之前的政策完全是不同的 他面对社会的压力 他去 就是强权的一切消失 在逐渐消失 但是呢 又不是一步消失 他又是去缓冲社会压力 以退缩 去应对这样的方式 我个人觉得 这里头可不是什么李克强的 我不认为是李克强的故事 所以他在以这样的缓解的概念 去迎合社会的需要 在迎合 习近平在做 如果真的是这么一步一步这么退下来的话 习近平在 要在今年三月份 就是在新的国家体制 新的主席出现 对吧 新的总理出现 那他在国家体制建立之前 习近平要以有限的时间里 进行社会 很可能社会的转型 非常有可能 因为没有 我们原来很少见到这样 那他能够这么做的原因是认为 当把江泽民弄死了之后 他在中共政治体制当中 已经没有任何敌手了 已经没有任何敌手了 他在逐步实现 他心目中的独裁者的愿望 有些朋友不太愿意听 那我们只能说 他是一种实现他独裁者的愿望 如果我们说白了 你把二十大当成是习氏王朝 颠覆中共政权的话 那现在在展示习氏新政 习氏王朝的新政 而跟中共政权的做法 有所差距 但是他整个这一套 还是按照共产党政权做法在做 我个人看问题有时候比较超前 有些朋友不一定接受 但是我以为是这样 因为不明白 西方媒体讨论当中 也没有太多的讨论 那么现在看到的是 英国的美日电讯 他报的比较快 他报的比较早 他报道当中 他也是以吃惊的方式报道 他说一个月内死了近六万人 这是一个 这是刚刚出来 一个小时之前 他说这是中共当局 第一次首次承认 如此重大的死亡案例 死亡的数字 而之前很少这么报 那然后尽管一切证据都表明 国家卫健委的 卫生委员会的官员星期六表示 死了这么多 然后呢但数字只是医疗机构内的数字 他说总数可能会更高 那医疗机构内的数字呢 如果我单纯的理解 应该是来自于医院 对吧 他不是来自于殡仪馆 那而如果你说仅仅来自殡仪馆的话 他没有定性为传染病死亡 很多都是埋掉的 那中国的地方太大 如果埋掉的话 他确实没得统计 而另外的数字呢 另外的数字我们看到过一个感染的 其实感染率 全国感染率最高的 真的出现在是西部省份 他说青海啊宁夏 这个80%90% 这个挺令人感触的 我个人觉得挺令人感触的 那然后他细分了 他说5500人是直接导致呼吸衰竭死亡 而54000多人是基础病死亡 大概是这么多 那5000多人如果直接呼吸导致死亡 其实是病毒直接导致死亡 是呼吸出了问题 但他报的 他一开始报的只有37人 所以这是37对5500 那其他基础病都不算这个死亡的话 既是这么讲 我们也能看到 他的政策大改变 也就讲说解封之后出现的状况 是习近平没有完全没有预料到 完全没有预料到 才会出现这样改变 所以过去一个月的升扛 是他原来的做法 但是呢今天就变了 那所以我才把它讲 讲这个叫习式新政 习式政权的新政 这个大家要理解 他是在共产党的框架下 出现了习式政权的新政 然后这里呢就讲 他的统计方法有问题 WHO对他极为不满 然后呢 而北京坚持他是透明的 当然在这里呢 就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他打开国门之后 几乎所有西方 所有社会都在阻止他 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你看看他对 你看看他对日本跟韩国的强硬 那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当他对这两个地方 强硬的说 其他地方也以等同的方式对待 对不对 那无论是习近平想去 把病毒输送出去 还是怎么样也好 还是达到人类命运共通体也好 但他是实施不了 这是一故事 所以谁都知道实施不了 但是呢习近平就愿意说 我先定政策我先干 我干不成我再说 干不成我再说 我们看到是这个故事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虎头蛇尾 没有结果的 没有结果的 所有事情都是没有结果 那唯一的在共产党的政权的框架下 那唯一的结果 那只能把共产党 就是你会眼看着共产党毁在他手里 然后就提到过去的一些他的说法 一些完全顶撞的说法 没必要调查死亡原因 什么疫情期间 什么治疗如何了 然后说总体死亡数 透过检视总体超额死亡率 来确定死亡数 所以他不是一个一个统计的 一句话就不是一个统计的 然后呢香港人说会死一百万 那不是香港人说的 那是英国人说的 英国人风险说每天会死一万一千人 有一百八十万人感染 这个数字早已经定了 早已经超过他了 对不对 他爆出来的数字 就参考了英国这家健康风险分析公司 这是英国的 他说会有一百八十万人死亡感染 其实他这个数字是二十多天前 这个数字是12月20号到21号出现的数字 那你跟现在的故事呢 他说在1月5号那天的全国的住院率 就是一百一百六十万 刚才讲一百六十万 那他那很显然 英国的风险公司的预测 远远低过他现在汇报数字 远远低过 因为那一天就是一百六十万住院了 他说是一百八十万感染 对吧 一百八十万感染 12月20号21号拿出来的15天之后 所以这个数字是不是那个的 这里他就提到这家总部在英国的公司 他用模型推算出来的 所以我个人愿意把它看成 实际中共在中共国面临着新的 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病毒 平均死亡年龄八十岁 超过百分之九十人是六十五岁 他说很多潜在病 有很多人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然后人们很多人不那个 很多人不那个 然后这个香港说呢 有1500人死亡 百分之六十七没那个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年龄大 然后又提到说 12月23号不到二百 不到二百九十万人就诊 到了1月12号 数字降到了47万七 所以他说数字在下降 所以这个他的总体概念呢 是为了 我更把它看成是为了缓解社会的压力 但是呢是习近平的政策呢 已经变成了 他在随着实际的状况在改变 这个这个这是想人意见的 随着实际的状况在改变 你让他说改变他实事求是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所以他有他掩盖的成分 又有他妥协的真实 为什么 我就跟大家讲说为什么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天灭中共 第一个第二个 共产党会毁在习近平手里面 二十大大家承认他颠覆了共产党 那现在叫习是王朝的新政 有所不同